你 你在地里弄这么多蔬菜 怎么 今天晚上是全素颜 对啊 一天肉都没有啊 我为什么弄菜 那是因为咱们村这一季的 新鲜蔬菜下来了 我得先拿回来自己试试 尝尝口感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超过我们的预期了 下一步呢 就得琢磨琢磨 怎么把这些菜给卖出去 你难道要去菜场门口吆喝 那当然不行了 那哪能一下把咱全村的菜 都卖出去 所以嘛 要是这一季蔬菜卖不出去啊 那你就要自己兑现 那五十万欠条了 你忘了我什么身份了 西海市首席时评家 西海市大大小小的酒店 我可都熟啊 我可以试试啊 看看能不能用这层关系 带着咱们村里的菜 到他们那儿去吆喝吆喝 去推销推销 绝对正宗的有机菜 你试试 钱吧 全体村民注意了 我是村主任李建安 下面广播我的检讨 面对堆积如山的积压煎饼 我急得极宿极宿睡不着觉 只想着如何尽快解决 煎饼制销的难题 我最大的责任在于考察不周 求错人 办错事 我错误相信张子昊 是真心想帮咱们后市沟村 煎饼业走出危机 没想到后果 却是引狼入室 自毁长城 浪费了乡亲们 一枪热烈 一边打的盘 一边吞着煎饼 煎饼业 陷入无法继续经营的困境 我在这起煎饼引发的悲剧中 责任很大 我太着急想着帮乡亲们 解决实际困难 太着急想把煎饼合作社 社员的煎饼款结清 在拿到煎饼款后 又出于个人的虚荣心 面对有些村民的口头感谢 表现出了 骄傲自满的态度 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这里 我一并做深刻的检讨 我将以此为教训 把以后的村主任工作 干得更仔细 更到位 不辜负全体村民的希望 我的检讨完了 去吧 干谁了 都听见了吧 这是检讨吗 我怎么听他每句话 都像在夸自己呢 是啊 就从他这检讨名 起得又不真诚 态度不端正 这名怎么得也得叫个 我是如何搞垮后石沟村煎饼叶的 嗯 这好这好 这名还行 差不多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那不行 怎么不行啊 你听他广播里 我的检讨 这一定行啊 你以后你再怎么狡辩 你还是检讨了吗 对吧 是 就是老实了吗 赶紧出牌 自从咱们老招去 出了农药蔬菜的事 他是不是什么事都压咱们一头 这回解恨 没错 痛快 真解气 痛快 痛快 那咱就得论论吃水不忘挖进人了 你们不想想这事是怎么来的呀 我们得想啊 怎么来的 是我 代表咱老赵家勇闯村委会 逼着李建安 盗着那么多村委 还有孙书记的面 让他为监命的事道歉 他是破译我给他的压力太大 不得已才答应写的这检讨 是 是 老爸 我这好茶 先快喝一口 富贵一直陪着我 全程提供活力支援 对 多数辛苦了 不是 这都不用说成我 咱 不是 我跟你说老爸 你以后我把你不吃起来 下巴收一下 别老瞧那么高 好 这形象才是老赵家的形象吗 哎 为八叔能办事 八叔 有担当 可以 八叔厉害 八叔 现在二叔也不理事了 你是成为咱们老赵家的一面旗帜了呀 这也说得好 那可不是二叔 那可不是 作为老赵家的人 为咱老赵家说话 我一不容辞啊 你进城推销蔬菜我也要跟着 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代言人了 我明明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跑腿嘛 我也不觉得你是代言人 说实话啊 我真不觉得你拍那些视频直播 图片头像 起了多大宣传后市沟村的作用 我还每天当着你白吃白喝 你光拿钱不干事啊 瞧不起人 幸好我跟你们村的这个代言合图 马上就要到期了 拿了钱之后我轻松走人 到时候啊你可以念我的好 你快点走吧 我们后市沟村 新一季的有机蔬菜 绝对的纯绿色无污染 你这需求量这么大 可不尝了 头不鲜 我们可以送后上门 你也可以安排人 直接到我们地里边去摘下 我们这季的菜特别好 我们酒楼可以来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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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多上点啊 现在不比当年在长报的时候 自从知道你去了后市沟村 我们几天可以见到很多菜品 都已经下家了 你们村接连出现了 农药蔬菜和监狱的事 作为一名美食家的社会公信局 比多得少少的 还是有影响的 上次你们村农药蔬菜的事 就弄得沸沸扬扬的 时间才过去这么短 要用你们村的菜 我这心里真是有点打鼓啊 咱们酒楼啊 最近经营上 遇到点困难 你看能不能这样 先跟我们上两个月的货 咱们后面一起见 我相信你肯定也看新闻了 这一季的蔬菜 完全严格按照标准来种植 绝对可以保证 咱旧菜轮菜 您是老餐饮 您再看看 您再看看我们这菜的品相怎么样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村上一季的这个蔬菜啊 全部都销毁了 对吧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 新一季的这个菜前过日子呢 您那困难 我这儿也不富裕 要不这样 你们下次怎么办 别人家用用 要是没问题的时候 我再下定单 那要不就是我爱摸能住了 你们做理解 你不是西海市首席时评家吗 看还人走茶凉 你这影响力真是衰退了 这样上门求人订购 本来就难 跟个叫花子似的 我觉得啊 你把那五十万先准备好 赔给村里得了 别乌鸦嘴行吗 你就不能帮让我想想 这西海市的餐饮业老板 你有认识了吗 有啊 谁啊 张子昊啊 张子昊 这个方案你看了吗 看了 怎么样 特别好 真的 但是啊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觉得吧 这里面好像 太突出这个酒店的奢华性了 应该再加入一点 时尚的元素 或者说是亮点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白领啊 年轻人啊 他们这种人群来主主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我会把你的想法整合到 下一个新的方案里面 然后过两天一起带给你 好好好 辛苦你啊 张总 哎 门外有人想见你 谁啊 孙光明 不见 为什么呀 你怕见他 我为什么要怕见他呀 而且大家很熟 好吧 让他见了 好 张总 孙师爷 王明 你也在的啊 嗯 那你们聊吧 我就先走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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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事还没谈完了 坐坐坐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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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月兰呢 正在说工作上的事 你找我来 是不是还是 为了监命的事追责来 不不不 煎饼的事过去了 你过去了 我没过去 今天咱们不谈煎饼 咱们谈蔬菜 这个蔬菜啊 是我们严格按照 有机蔬菜的标准 新一季种出来的 你尝尝 晚上你让厨师做了 不用 不尝 张总 你大气点 伸手不打笑脸人哪 我爷爷跟我说过 笑脸登门 必有求人之事 你说吧 什么事啊 孙重建 还是爷爷说得准 确实 我们啊 是想到您这儿来 问问 你看你们君子兰酒店 能不能跟我村的 这个蔬菜的供应合同 咱们才恢复起来 于兰 你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 你要说什么就说呗 别老阴阳怪气的 那迪迟有人觉得 我智商有问题啊 那你是说还不说 我说 你看啊 我明明在一条 叫后市沟村的 这个阴沟里 翻了两次船 对不对 结果呢 还有人拼了命地 让我往这沟里走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不安好心啊 张总 你这说哪儿话啊 这次绝对不会了 而且之前我们也没把你 往沟里带呀 这不有一些误会吗 尤其这次 你是我们后市沟村 农药蔬菜销毁的 亲历者见证者 现在我们从头再来 如果你这时候 购买我们的蔬菜 这顺便什么 顺便您的大度 再合适不过了 是不是 对啊 张子浩 这将成为一个 结局圆满动人的故事 这对于你这个 跌入谷底的公众形象 有所帮助的 你说是不是 这你不说公众形象 我还想不起来 梁子 来 给他们看看 好 什么 自己看看吧 我后相信张子浩 是真心想帮咱们 后市沟村 歼免业走出危机 好 没想到后果 却是引狼入室 自毁长城 孙书记 浪费了乡亲们 这就是我在你们村的 公众形象 给后市沟村 歼免业口碑 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让揭秘合作社 陷入 解释解释完 我怎么就成了 你们村的狼了 对啊 你给解释解释 怎么回事 这 这是假的吧 什么假的 这就是你的小偷直播室 直播出去的 张总 张总 打斗一下 大人不计小人过 尤其是 这次蔬菜的事 也不单纯是我们来求你帮忙 这将会形成 我们之间的一个 完美双赢的结局 你快饶了我 什么双赢啊 我是看出来了 我跟你们后市沟村 犯巷 命里不是我克他 就是他克我 张子昊 放箭迷信了啊 对啊 张子昊 你堂堂一个 西海市国民老公 自带几百万流量 怎么会被我们小小一个 后市沟村给克了呢 你说是不是 所以说呀 我有这么多的流量 我天天跟你们 后市沟村的人 扯在一起 掉价啊 所以你们 后市沟村的事 我再也不会参考 对不住 孙书记 还有你 小老胡 你们的菜 君子兰酒 不定了 不要 张总 张总 您先别把我说这么绝对 照别的家吧 行 既然您这么说 我们也不强求 您再考虑考虑 这菜您留下 您留下 不用 既然不吃 留着它也没什么意义啊 拿走 光明 这个菜留给我行吗 好 好 你尝尝 你要觉得新鲜好吃的话 我再给你送 嗯 那到时候 电视台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一定 那就不送了 我们这儿还有事谈 好 那走了 请吧 谢谢 原来你真的很善良 大度点 特别好 真的 我怎么感觉在你这儿老是办杂事呢 我怎么感觉在你这儿老是办杂事呢 真是生无可憐 你说你也是呢 一个村头大喇叭剥李金人的检讨 这能让你长多少粉啊 你剥它干嘛 我是想给我的粉丝们看一下这种 乡村风情嘛 算了算了 我也看出来了 这张子昊现在就是打心眼里 不想跟咱们后吃锅村再打交道的 跟你一个视频也没多大关系 看来这新一届的蔬菜长出来 也没那么好买 再想其他办吧 今天在大怀术下 大家的呼声你都听到了吧 听见了 那是咱老赵家群众内心真实的呐喊之声 他们觉得 是我代表他们治了李嘉安这一回啊 我现在是咱老赵家的一面旗帜啊 所以说 乘胜追击的时候到了 按照咱们定的 我现在是完成第一步啊 应该算是咱老赵家的当家人啊 不见了 二哥还没有表态呢 再说了 老赵家还有你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呢 谁啊 冯丁某啊 那瞎包是咱老赵家的女婿啊 她代表不了咱老赵家呀 那就得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了 打住啊 丁某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你想代表老赵家说话 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我 我呢不是说我想代表老赵家说话 我人是想替老赵家做点事 是吧 所以我我真的是想帮助大家这个意思 所以八叔你真的得支持支持我 我听得了 得了吧 支持你 没报儿 拿桶油啊 冯进宝 你听好了啊 能代表老赵家的 只能是纯老赵家的 比如我 而不是半个老赵家 走了 不是 八叔 八叔 停停停 油钱没给呢 怎么的呀 我帮咱老赵家办这么大事 你给八叔送桶油表表孝心怎么了 你有人计划过 来了 冯儿 这他怎么野心就这么大 这还没怎么着就敲尾巴了 他要代表老赵家 这以后他不得上天呢他 停停停 你 你刚才咋不说话呢 我刚才 我 起来 找二叔去 西春你在的 给我找二叔 小样 二叔 给您的 新东 来就来不 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啥 这应该的 这 这 这 来哪能空手来呀 西 西春 快快快 拿着 放礼物去 拿着 去 放礼物去 这些你还想着二叔 应该的 新东最近咋样呢 还是老样子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又不说话 二叔 我劝您一句啊 这事儿吧 咱着急不了 您别一着急 自己身体垮了 不知道 是吗 不 您找我啥事儿 对呀 李健安在干头做检讨这事儿您听到了吧 我听得脊髓 嗯 咋呢 二叔 我觉得咱老赵家的机会来了 你想啊 这新一季的蔬菜不就要上市了吗 嗯 等这蔬菜 一卖完 到时候 新龙那病估计也好 它差不多了 咱们就可以 重新提议 把免李健安 哎呀 新龙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一时半会儿也好不起来了 没事儿啊 二叔 您就再出山吧 您真必一呼 咱老赵家的人心不就都有再凝聚起来了吗 我老了 新龙有这个样子 我没有心思管这些辣 那您有什么心思啊 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治新龙用这个病的偏方傻的 那咱老赵家 是不是 也得有一个画室的当家人呢 您要是真不管了 那谁能接得了您的本啊 谁认为自己有本事谁就接呗 好 我不敢说我有这个本事 但是 从最近的种种迹象中 我看出一种苗头 爸说 膨胀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您还没有说 说说说说说 您不当这个当家人呢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完全当做老赵家的当家人自居 他每天拿个破扇子 上面写个照 就来来回回忽悠悠悠的 这 这怎么了 这这 这就已经不行了 咱以后老赵就当家人 就这样 每天飞扬跋扈的 这 这 你觉得爸弟他有这个本事吗 老书记实在话还说 爸说 太不靠谱了 这前两天又去参赌 那监并款全都输光了 还让人家镇的公安派出所给抓 爸说我 爸说我 硬着头皮把他从里面捞出来 他都不会给 吓死我了你 我灯板都甩上了 怎么进来啊 别管 忙你的下别抱了我啊 我盯着你 丁宝 你跟我说这些 是不是你想当老赵家的 当家人哪 绝对 谢谢啊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咱老赵家当家人 只能是您 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 您说了 想罢免李建安当村主任 所以我就在思考 那咱老赵家是不是得出一个 与李建安这个能公平竞争的 这么一个人选 是 而且说实话 我这两天啊 也在深刻地检讨 我以后啊 无论从思想还是行为上 我一定要有一个 老赵家家族的这个观念 而且我一定会把这种观念 充分地落实在我以后的行为 和实践的 轨迹当中 您要是想干 您就自己这么去吧 明白了 明白了 有您这句话我信他是多了 那个 时间也不早了 那您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二叔 嗯 谢谢 我先走了 下班 不行 还吃不了你了 爸叔 你咋又从这个门进来了 你管我从哪进呢 我想怎么进就怎么进 爸叔 你这么神出鬼没的 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 万一这个家里丢了东西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以前这个家里没有我 谁也不会说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我怕我到时候说不清楚 我八岁就这么进出的 怎么的 您还想把我这习惯改了呀 你别觉得有二哥护着你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后石沟村只要我不点头 神仙都带得不爽 还有 你是不是有老陈的钥匙 赔一套给我 那这么晚了 你来到底干啥呀 我来找我二哥呀 怎么的 连着你也管 你找我啥事啊 大哥 没睡呢 我刚才好像看到 冯进宝从这个院出去了 他都跟你聊什么了呀 我们聊啥 你必须知道啊 没有 我就是随口瞎问问 八弟啊 多帮桂兰做点事 不能什么事都让女人担着 别什么事都瞎掺和 行了 回去了 二哥 另外 我也不是故意瞎掺和的 我就是觉得吧 您看咱老周家这么多人 总得有个出来说话的呀 我觉得吧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雪浓于水 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跟谁远 跟谁近 您心里有数啊 咱奶奶让我给您捎话 说让您照顾好心路的同时 也千万别累着自己 好了 我知道了 回去吧 好 二哥 那我走了 别吓伤口啊 钥匙 走啊 二哥 雪初啊 刚才他跟你说啥了 阿叔说 让我给他配一趟 老宅的钥匙 我给你了 心龙腿了 我又不理事 他们的思想啊 想法啊 都活动开了 又不理事 嗯 你知不知道 怎么能吃 白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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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ring 二哥 您这 我没给您要啊 你不问西村要了吗 她配好了 我亲手拿给你 以后 前院归你 西村继续住外院 我就是多了个姑娘 养老送中她负责 这里面有这祖堂的钥匙 你来打扫看管 东西不能动 嗯 二哥 我真没紧您到后院的意思 我就是想 进出稍微方便一点 你收不收啊 你不收我就拿回了啊 那 那二哥 我就收下了 二哥 您放心啊 我一定看管好 好好好 瞧瞧瞧瞧啊 啊 我二哥 你们的二叔 亲自把老宅的钥匙交给我 以后赵氏老宅就归我管了 祖堂也让我打扫啊 哎 那就是说 以后我们老赵家 是吗 那你就是当家人了 是不是 二叔 二叔他正是说这话 对啊 屁 二叔他真有这个 他不得把老赵家的人 都着急起来 说道说道 你这也真是的 这还用说清楚吗 连祖堂的钥匙都给遇洗了 八叔以后那可是我们的当家人啊 我们应该维护他的权威性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八叔 李莹啊 李莹 真不是八叔说你 以后没事多跟富贵学习一下 提高一下思想觉悟 你 把这个消息发的 妇女也是生产力的群力群 一定重点说说二叔 把祖堂的钥匙传给八叔去 不是 发这干啥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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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是过了 学悟还是偏低 这不是扩大影响力吗 该拿吧 你爸 妈 我的天哪 怎么了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群里的最新消息你好好看看 群里说 二叔把咱们老宅的钥匙给撕洗了 你要是想干 你就自己争取吧 二叔跟所有人这么说了吗 那倒没有 对呀 还对呀 我的宝宝呀 你看看你看看他们 你看这家事没有 还用二叔说话呀 那根本就不用 我跟你说 要不了半个小时 全村人可就知道了 到时候全村人 就跟着他平我面走了 但我也有优势啊 我是村里的主要干部 到时候你再看 他们是跟着思喜呢 还是跟着我 又一啊 浩天啊 是咱们市里 美食协会啊 半年会 这是一个咱们去推销 有机蔬菜的大好时机 又一个一个地 求爹爹告奶奶 这多丢面啊 什么丢面啊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刚才想了啊 上次呢咱们提着菜 挨家挨户地去推销啊 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 姿态放得太低了 丧失了主动权 所以这次我想好了 咱索性就在这个年会上 搞一个展台 大大方方地去推销 我们的有机菜 展 展台 怎么弄啊 具体细节呢 我还没想好 但是这个展台的主题 我已经有了 就叫厚石沟村有机菜 重新上路 这主题够时髦的 是吧 嗯 所以呢今天 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你啊 去拍一个视频 全方位展示我们厚石沟村 重拾信心的 欢乐景象 这 这 这咋拍啊 一 要真实 二 要诚恳 三 要全方位地拍出我们村 振兴起来的惊奇神 苏苏义 苏 苏 苏 徐老师 你们这吃早饭呢 我是不是有点影响你们进餐呢 嗯 你有事啊 是 是 是这样啊 孙主席 我呢 对咱们这个村最近的工作呀 我有一些思考 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那坐 坐下说 好 坐下说 就是孙主席上回啊 您在村里讲话嘛 我 我真的是听到心里去了 您说的每一句 我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 一字不差 我给你们念啊 你们吃 你们吃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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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当时孙主席啊 说了这样的话 我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 其实咱们后市公村的歼命 明省在食品交易会 一笔订单没拿到的时候 在百家超市整体退货的时候 便已经没了 我们觉得是张子浩造成 其实呢 要怪就只能怪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停 停 停 冯女宝 别再念了 别再念了 行吗 不 歼命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咱现在得往前看 往前走 往前走 再一个呢就是 你你别老念我的原话好吧 这我听着非常不舒服 感觉这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就这么跟你直说吧行吧 你念我原话 我听起来这个感觉啊 就像是我犯了罪 被露了口供一样 露了口供呢 还要跟我当面对质 然后还要让我签字画压 这不舒服你明白吗 好 明白了明白 对对 我不能按原话你 这个 但是我跟你说 您说的这些话 精髓 我也总结了三条 这个不是原话 我真的记了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 您是我 咱有事说事行吗 那他没事的 徐 徐老师 你看我 我来就是有事的 哪有不念是吧 孙老师 您是最了解我的 我 作为村里的十五年村会计 十五年村委 对对对 我作为村里的主导领导 真的 对于村里的方方面面 我敢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我是摸得相当的透彻和清晰 所以呢 我最近一直在有一个思考 是什么 阻碍了我们村的发展 嗯 我们村 急待解决最重要的问题 又是什么呢 嗯 是什么呢 领导班子 孙主席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跟孙主席汇报一下 最近的村里工作嘛 正好 我也来向孙主席汇报一下 最近村里的工作 你汇报 那就坐吧坐吧 赵雨昕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村里的工作了 就坐在标志的跟孙主席汇报一下 呜 你只你身工夫 这是这些工夫 也情工夫 就是我们这整个工夫 我以后在咱村的地位 就相当于以前的赵玉山 是全村赵姓村民 共同认可的代表人 村民估计都是被代表的 孙书记 你可能对我不是那么太了解 其实 我是咱村上届第一书记的 第一助理 政治经验我是相当的丰富 是吗 这这这这助理啊 都是自访的 你再擦在嘴 孙进宝 你什么情况 我怎么说你闹车反调啊 我什么情况 我跟书记正在谈 咱们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也说声的呀 我是不是先来的 正好你先来 你应该说吧 那该我说的呀 我还没说你就 我这说了 行了 别吵吵了 行不行啊 别吵吵了 这村里吃饭的呢 搁不搁行吗 一个一个说 行不行 行 那就说 咱们村 接下来 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 重选村主任 我从来没见你们俩这么统一过 为什么要 重选村主任呢 冰熊熊一个 降熊熊一窝 重选村主任 这样我们村才能抛开历史的 重新出发 拥抱明天 对 你们俩今天的表现 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觉得咱们村啊 未来可以 搞个相声社 是吧 真可以 挨什么挨哟 我很认真跟你们俩说啊 重选村主任这是大事 这必须得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 尤其是你今晚 你口口声声说 你当了十五年的村委 十五年村会计 你这么贸然提出来 重选村主任 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呀 孙书记 孙书记 正是因为我有这份责任在 所以我在思前想候你 我才提出这个问题 您想啊 加强村班子的建设 发现不正值的干部 举贤雨呢 向镇上做一个汇报 不也是孙书记您的工作吗 对不对 我真的是为了我们村的明天 我才斗胆提出一个 这么一个小小的提 行了 金宝 听你说话这磨磨唧的劲 能累死 孙书记 我是群众我不怕 我大胆地提 咱们村必须得重选村主任了 行行 别再说了 这个事呢 等我们所有村委到齐了 咱们可以商量 但绝对不是像你们这样 张嘴就来 我觉得呀 咱们村接下来当务之急 就两个嘴 啥 卖菜 而且你们俩今天来得特别好 一会儿啊 陪着徐薇一 到地里边去拍个视频 拍什么是视频 拍视频干什么呀 卖菜 卖菜 谢谢 卖菜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听见了卖菜 问问问问问 什么激动个什么呀 现在是拍视频 拍视频 拍视频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风景优美的后石沟村 这里空气清晰 土壤肥沃 在经历了上一次 蔬菜集体销毁的风波之后 大家看这里又恢复了 物鸽田园风光 下面我们到田里 看一下 辛勤辉汗的菜农们 大哥 大哥 你能保证我们这季的蔬菜 是按照严格规范种植的吗 我必要听发誓 我们住的菜呢 都是有机菜 您放心吃 吃坏了找我 看着个头 色色 就知道 这是百分百有机菜 大家都看着我的镜头 然后情绪高涨一点 对着这个镜头喊 后石沟村有机菜 我诚心中 你放心吃 后石沟村有机菜 我诚心中 你放心吃 我诚心中 你放心吃 我诚心中 你放心吃 嗯 你fest 好了 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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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